地檢署应该要去调查 侦查台湾激进党 有没有这样构成宪法的 这个违宪政党的条件 呛呛呛在开战场吗 国民党立委汪小林不满 因为提案删除的吴思怀条款 遭到台湾激进到高检署控告 违反国安法 如果今天国安法都不能办 汪小林的话 我想该修的应该是国安法 有种国民党朱立伦 你就开除他的党籍 请问他的具体市政在哪里 这个台湾激进党 他已经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政党 正面回籍要你拿出证据 只有汪小林要打击的政敌 还有在立法院外投的他们 不可不测 多个团体一次排开 禁止汪小林所提的宪法诉讼法 要提高视线门槛 就让律师很有意见 拜托立法委员 修法聪明一点 心肠好一点 不要定这种又笨又坏又恶毒的法律 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在符合民众的期待 符合我们主流民意 党内同志帮忙发声 强调修法符合民意 尤其日前国会改革修法 宪法法庭宣判 大多数条文违宪 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 最新民调高达四成三民众 不接受视线结果 而听到民意的 还有国民党团力拼 修选罢法需要罢免票大于当选票数 如果说罢免被有心人操作 那的确会影响到 整个我们的政治国家体制的运作 关键修法法案 汪小林都占第一线 后续的政治副作用 也一一指向他而来 TVBS新闻董据年轩 台北长报道 这里是TVBS明日媒体所制播的 Pakai节目新闻幕后 我是Lulu 夏甲露 带您听那些看不到的故事 快上Pakai搜寻 新闻幕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